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肖战合作三年代言曝光未续约,品牌发文驻肖战星图闪耀,前程似锦。 近日,就在大家关注肖战作品和新代言的时候,网上曝光有一家和肖战合作三年的代言品牌并没有继续续约。 而是到期不续,换句话来说就是合作到期了,其实这也是很正常的现象。 陆陆续续也有不少品牌和肖战都选择到期不续,这很正常。 值得一提的是,在合约到期的时候,品牌官方发文祝福肖战星图闪耀,前程似锦, 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态度,好聚好散,还是好朋友。 据悉,肖战合作三年的代言品牌小石头曝光和肖战并没有续约,合约到期后不续。 这就意味着肖战不再是该品牌的全球代言人,品牌方发文祝福肖战星图闪耀,前程似锦。 这是品牌方美好的祝福,没有续约也是正常现象。 对于肖战来说,丝毫不用掩饰。 已经有一些品牌都选择到期不续,这又如何? 完全不影响肖战的发展状态,新代言接连不断官宣。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,大家纷纷表示好聚好散,还是好朋友,只是不能以肖战的名义来支持了。 大家都在祝福品牌方越来越好。 肖战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实力派演员,也是负责任的正能量偶像。 无论是影响力、人格魅力、号召力等都非常厉害,尽管有一些品牌到期不续,但是总代言数还是让很多顶流望沉默及。 总之祝福肖战,期待肖战接下来更多的精彩表现,特别是《藏海传》和《射雕英雄传》两部新作品,一直都在期待中。 作为小飞侠,时刻牢记专注自家,谨言慎行,一切都要跟着官方走。 作为小飞侠,时刻牢记专注自家,谨言慎行,一切都要跟着官方走。 作为小飞侠中,竹梵振 大人,中山装沉默虎颇,竹梵威和 geven,它封键背后被逮捕。 作为小飞侠,竹梦 步杂空壁,可密地转异 Tig门,将途復任何时刻。 創造成帽子像是一分之外。 作为小飞侠,旨言慮ioso以后,串 sidewalk的运动。 感谢观看